那么今天 这个 时代 应光大师教给我们 建小道场 人数不超过二十人 为什么呢 容易维持二十个人 念三个护法 照顾就够了 真实功德 生活能维持了就行了 一行念佛 没有一个不拯救 我想 应光大师这个想法 有来有的 过去 西方确实 里面所记载的 这名妙行菩萨 他们只有十二个人 智通道火 在一起念佛 十二个人多次了 应光大师 把他稍微扩大一点 二十个人 不要超过二十人 小道场 小毛棚 外面看起来 不气 人家也不重视你 你就平平安安 老老老实实 念佛 三年五载 过过都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真求 要是有四十个人呢 就分作两个 小道场 六十个人 三个小道场 平时也不需要往来 过人修过人的 大家做比赛 看谁先往生 这个法子好 老和尚想的这个方法 值得我们极力提倡 因为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要知道 人体 道德 英国教育 丢失太久了 大家从小没有学过 人多在一起 就很难办 很复杂 人多就复杂了 人越少越好 最重要的 六和尽里头一条 近乎通缉 如果不能做到六和尽 就不能要 啊 顶多不超过二十人 少 实在讲 三个五个不少啊 十个二十个不多啊 不超过二十个 真感呢 那如果天津 就一步无量手机 用我们的光碟就够了 真的到西方基督世界 不是假的 就是一步金 一句佛号 万云放下 那要问的时候 我们这三个根还要不要杂了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 三年已经成佛了 你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什么人要呢 如果要留在这个世间 红发力深的人要 他要做出榜样 给人看 那就必须要学 不想留在这个世间 夜心就往生了 那你就不要 这个不要 有道功界 有定功界 你看你心里的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步无量寿经 你所有一切都去做了 三个根都在里头 不在外头 心是阿弥陀佛 你所干的什么事情都是佛事 真正佛事 生活是佛的生活 工作是佛的工作 在人间物 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可是我们也要欢喜 赞叹那些 罚大菩提心的人 看到这些苦难众生 必须要帮助他 那这些人就不能够赶快求生了 要留在这个世间 照顾大众 多戒严几个缺 戒严越多越好 这是有智慧 有福德 有缘分 你觉得这样做 没有缘分的自利 有缘分的利他 利他不忘记自利 自利也不能忘记利他 随分随理了 帮助佛法 常住世间 常住世间 代代有人才 把这个法门继续传下去 没有人继续传下去 这个法源 到我们这就断掉了 我们对不起佛陀 我们也对不起利他祖祖 所以佛法的传承 是大死 中国古人所谓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了 佛法里的传承是大死 一定要有人传承 传承这个事情 菩萨死也 应光老法师 这是近代的一位祖司 他的知识是非常正确 应当要坚守 小道长二十个人 普渡众生 现在有办法 不像从前 从前制度不能理他 现在制度可以理他 我们小毛棚 设个网络就可以了 我们得修许 我们在一起学习尖教 用网络的方法传播出去 全世界有缘的众生 来收看你的网络的 都是有缘种子 是既自立了 也理他了 佛法没有版权 如果有电视台欢喜的话 拿到从网络再转播成电视 那个立业众生就更广了 都是好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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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